你有见过在古代敢抓公主吗 送死的来了 不用让他那么随便的救死了 嫉妒剁了双手双脚折磨他 儿子知道 秦憨子 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我想过你会报复我 但没想到你会如此作死 可笑你不会以为你还可以杀了我吧 放下你手中的大刀 否则的话我让他先死 你确定让我放下刀 那样你会更危险 少废话放下你的刀 李崇义莫要自悟 不愧是秦憨子的女人 死到临头还敢出言威胁我 你敢不敢看看我是谁 你难道还想用你的美色让我放了你 公公主你怎么会是秦憨子的夫人 本公主需要向你解释吗 李崇义你和王妃好大的胆子 连本公主都敢保 开玩笑我要知道是公主 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绑架公主罪名可不小 你们若是此刻把我放了 让我和秦憨子哀然离开 倒也就算了 否则后果自负 李崇义脸色一白 和王妃对视 两久后李崇义面露狠色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 等我们杀了秦憨子 再杀了你 找地方埋了 哪个能找到我们头上 儿子 这丫头不能留 先杀了她 再杀秦憨子 我们 我们是罗沙门的人 那一箱黄金我们不要了 这生意不做了 完了 去死吧 我说过 你这是在做死 没事了 我带你回家 很快县衙的捕快们和百姓们 听见了动静打了过来 你们回去吧 告诉县令 和间郡王府的人 是我杀的 大人 和间郡王府的人不是你杀的 你只是路过 没人看到 是啊 你只是和嫂子去看杀羊了 还见了一身羊蟹 回去洗洗吧 是啊 是啊 是俺家杀羊 大人来看见了一身血 大人以后看杀羊的战员店 至于和间郡王府的凶手 等你明天来信 咱们再好好研究一下是谁干的 我可以作证 我也可以作证 谢谢诸位好意 不过我秦汉子顶天立地 活得光明磊落 杀区区几个败类 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你是说和间郡王府的李重一母子都被杀 还有二十几个来历不明的刺客 是的 在陛下凶手查出来了吗 具体还不知道民间传言是李重一和那些来历不明的刺客打了起来 但是也有消息说万年县县卫的夫人被李重一母子绑架 县卫提刀入府才有了这般场面 绑架县卫的夫人 那当真是该死 此刻一间较大的阁楼中正放着二十几口棺材 什么 二十几个人 全死了 和间郡王府的李重一说 对方是三平武者 但是从现场惨烈程度来看 对方恐怕最少也是三平巅峰 哼 我罗刹门之所以可以为阵杀手圈子 正是因为我们从不失手 那人是谁 万年县县卫 秦憨子 倒是最近听到过几次他的名字 但是没有人可以在我罗刹门的手上活下去 给我想办法 务必杀了他 我罗刹门拿了钱做买卖 不能砸了招牌 是 第二天秦憨子就来到了县衙 县令以及朝廷的官员都在 秦大人 昨日和间郡王府被图 本官需要你配合一下 当然你别激动 只是问几句 问吧 昨日可是你去和间郡王府 杀了那些身份不明的杀手和李重一母子 是我 那你为何如此 李重一母子绑我夫人 引诱我入郡王府 遇杀我 理由可够吗 这么说来 是李重一母子绑架人 还意图杀害朝廷命官 那他们确实该死 所以县令大人 假官这算是正当防卫吧 自然 自然是正当防卫 这秦憨子害的上次长孙公子被暴局 这次我必须好好拿捏他 辞许你终究是杀人了 是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拿下 怎么 你们县衙的人 敢阻拦刑部办案 刑部和大理寺的两位大人 我们家大人那是正当防卫有什么罪 杀了人就是杀了人 我们刑部和大理寺办案 还要你们区区县衙的捕快来交吗 我们大人那是情有可原 遇到这种事 你们该如何面对 难道任由别人不拒把自己弄死 那我们不管 我们只知道 和奸郡王府的血案 是秦憨子造成的 他是凶手 我们要将他缉拿归案 休想 今天你们要带秦大人走 先要问我们同不同意 卧槽 大胆 简直大胆 别逼逼了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身为县卫 得知无辜女子被绑 故而去救 被李崇义 以杀手为攻 故而将这些人杀之 请问该不该杀 秦憨子如果是普通人 那么就算是被人设计 那杀了人似乎还是不好判定 但他是官 那就不一样了 今天这人恐怕是带不走了 嗯 本官没问题了 此事会如实会到大理寺 告辞 哼